少林小子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少林寺一亿毛钱票价 创下了1.6亿票房 导演张信言趁热打铁 动用原版人马又拍了少林小子 而少林三部曲一出 全国上下瞬间刮起了少林风 少林寺凭空多了几百人上山学艺 香火钱自然也是多了不少 这部电影整整拍了十个月 拍少林寺时太冷 而拍少林小子的打戏时 正好赶上杭州最热的天 好多事业单位都停工避暑 但剧组却耐着40度高温拍戏 往往打到最激烈的时候 对手突然不见了 而这种过热休克的情形 也是频繁发生 所以说当时的演员 真的跟街边卖艺没有太大区别 要说拍这部戏 消耗最多的就是水 天气热到演员们不想吃饭 只想喝水 而拍动作戏时 常常有翻跟动的动作 手成地面都能烫脱皮了 为此每拍一个镜头都要先撒一遍水 毫不夸张地说 演员们流过的汗 却跟撒雪雪的水一样多 但他们却能苦中作乐 常常在地上做煎蛋吃 相比少林寺这部影片 少了些家国情怀 多了些喜剧色彩 而这些故事情节 都是李连杰体效的生活趣事 所以为编剧写剧本省了不少事 只是把故事背景 换个年代就大功告成了 虽然剧本简单 台词通俗 但拍摄却非常辛苦 由于缺钱 倒也只能用单一镜头连续拍 所以演员们最怕NG 只要NG 所有动作都得重来 其实电影原名龙凤村 为了蹭少林寺的热度 才改成了少林小子 李连杰成名后 把黄秋燕也带上了音频 两人的同学友谊 很快发展成爱情 可惜黄秋燕的父母 一再阻挠这段感情 觉得婚后痴情的女儿会受委屈 但黄秋燕还是偷偷领着结婚了 甚至为她放弃了餐饮西游记 和侠女十三妹的邀请 但没办法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33年后 少林小子的主创再聚首 李连杰妥妥的C位 而黄秋燕只能躲在角落里 你为什么要来白白地陪我送死呢 我说过要有难同当了 见胜于成慧 从大反派转型成搞笑的正面人物 多少有点出戏 但是老演员只是业余爱好 要说最趁他心的导演 就是薛浩峰了 本来两人有三部片约 但于老却只猜演了 巫口的踪迹和剑士柳白源 去婉拒了师父 只因为他觉得 演不出太有心机的人物 只可惜 没完成这三部影片 余老就与世长辞了 要说当年李连杰 红到什么程度 过年不敢在自己家里待 躲进朋友家 还必须要发誓保密 不然第二天 怕是连门都找不到了 更别急上机购物了 最可怜的是 看一场电影 还是等开场熄灯后 才能混进去 不然电影院 要变成签名现场了 虽然当年 对大明星这个雅号不屑一顾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或许少了这个光环 反倒不自在了吧 演了一辈子坏人的姬春华 也是从少林寺里 走出来的红人 从小学武的他 一场大病没了头发 却也悟性中 成就了他坏人的专属形象 虽然是不少人 童年的阴影 但生活中 姬老师却是个 非常要强的人 一般小病小痛 从不开一生 只有疼到无法忍受时 才发现为时已晚 前半生总是拿命挣钱 后半生拿钱买命 却成了徒劳 李连杰最初的片酬 是一块钱一天 一年拍一部电影 也就六七百块钱 但见识过香港影视圈的 花花世界后 面对六百万的支票 他能不动心 而当时 他还是国家武术队的一员 不能独立接拍港片 直到85年 与徐克见过面后 他才对自己的演艺生涯 有了规划 虽然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但却成就了多少人的武侠梦 重温经典影片 追忆似水年华 我是一霄 关注我 一天一部经典电影